慶祝觀光節 副總統賴清德 交通部長王國才開開心心 迎接役後觀光賞機 想大搶觀光財 但說了這麼多 目前還是沒開放陸客來台 有人統計陸客帶來龐大觀光商機 光是2019年1.55億陸客 境外消費就超過2500億美元 今年夏天預估每月600萬人次陸客出境旅遊 若台灣慢一步 恐怕分不到觀光大比 年初還沒有解封 並不代表後面不解封 所以我們的確在600萬裡面 有估100萬是大陸來的觀光客 那我們歡迎他們來 在某個時間點就應該會開放 交通部目標今年來台旅客600萬 其中有100萬是陸客 再加上兩岸往來 目前只有四個航點 陸委會說未來不止16個 但前提是大陸疫情資訊要透明 四個航點的搭乘率都在五成以下 那如果一次是再增加16個航點的話 這個到底營量夠不夠 所以這部分我也有請民航局跟航空公司討論一下 我們政府因為用抗中保態 處處阻擾 我們台灣人賺大陸的觀光財 真的要關心台商 真的要關心觀光相當的產業 應該儘速的開放直航的點 疫情已經害殘百姓 就怕執政者的政治考量 又在老百姓傷口上撒鹽 記者黃毅俊 陳怡榮 台北報導 謝謝 謝謝